館長陳之翰跟健身房三重加盟店的負責人 雙方因為解約糾紛不斷的隔空交火 對方控訴館長說是忘恩負義 在今天館長就搬出了6000萬的現金 大動作的舉行的記者會 反擊這名振興負責人說他這7年來 該分任的金額一毛都沒有給 甚至還亂改負責人的姓名 拿健身房去抵押借款 也不給會員退費 出不估算至少要向他求償7000萬元 而現在雙方已經相互提高 往桌上100就是熱騰騰6000萬現金 館長宣布和旗下健身房三重加盟館的正信負責人解約 對方先是開記者會反控忘恩負義 兩邊就此開始隔空交貨 正信負責人3月底拿出千萬現金 承諾會退費但館長也拿出影片打臉 請你們負責出來嗎 請你們的主管出來嗎 正信負責人2016年向館長簽約加盟 開設健身房三重墊 原本承諾賺回本金後會分潤30% 但館長指控就算降低到分潤10%也從來沒拿到一毛錢 竟然還被反控一領上千萬 今年更發現對方亂更改負責人姓名 還拿健身房去抵押貸款才會氣得解約 雙方現在已經互告背信業務侵佔 實際來到三重館招牌雖然已經拆下 但還是大大貼著館長的照片 正信負責人透過律師表示 目前不再多做回應 館長則是向會員喊話 一定對退費負責到底 經營糾紛不願殃及粉絲 謝謝張茂 周周林 新北市采訪播動